歡迎收聽日日之聲 中日雙語廣播節目 Hibi No Koe Bairingar Podcast 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 我是EJ 我是Hika 我每週會帶來集結與日本有關 輕鬆有趣的中日雙語話題 歡迎收聽日日之聲EP93 每年都會宣布的世界百大最美以及最帥臉蛋排名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有哪些日本人入圍吧 那麼開始囉 2021年世界で一番美しい女性って誰でしょうか 台湾人が馴染みのあるTC Candlerは 毎年年末年始になると 世界で最も美しい顔100人と 世界で最もハンサムな顔100人を発表します 2021年 到底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誰呢 对于台湾人并不陌生的TC Candler 每年到了年底都會宣布的 世界百大最美臉蛋 以及世界百大最帥臉蛋 TC Candlerというのは アメリカの映画評論家で 1990年から評論サイトで ランキング選考を行っており 30年も歴史があります 2021年にランクインした 日本人女性は6人 男性は3人 ランクインした避難美女は誰でしょうか 一緒に見ていきましょう TC Candler是一位 美国電影評論家 1990年開始在網路上 舉辦排名活動 至今已經有30年歷史 2021年日本最美臉蛋女性入圍了6人 男性入圍了3人 那我們來看看入圍者到底有誰吧 世界で最も美しい顔100人 第89位は2014年 シズレンショコラティエで 大ブレイクした石原さとみさん 72位は2021年7月 須田まさきさんとの結婚を発表し アジアの株式市場を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 小松菜奈さん 68位は韓国アイドルグループのリーダー トワイスのモモさん 56位はモデル兼女優の山本まいかさん 40位は韓国アイドルグループ パープルキスのメンバー ユキさん 世界で最も美しい顔100人 日本人で最上位は24位 トワイスのメンバー サナさんでした 韓国女子団体 バブルキス成員的ユキ 而在日本人中 奪下最美臉蛋榜首 得為第24名的 トワイス成員サナ 世界で最もハンサムな顔 100人ランキングでは 日本人でランクインしたのは3人 第83位は ブラジルと日本のハーフのモデル ダニエル・マズナガさん 30位は 2021年のタイガードラマ セイケンオツケに出演した 岡田健史さん 最上位の日本人は 18位の韓国アイドルグループ エンハイブのメンバー ミキさんでした 而世界百大最帥臉蛋 2021 日本則是入囲了3名 分別是83名的 巴西日裔混血模特 丹尼尔松永 第30名為出演 2021大和劇 直冲青天的男演員 鋼田健史 而最上位臉蛋日本人 榜首的為第18名 韓国男子团体 エンハイブ 成員中的ニキ そして台湾のスーパースター つゆちゃんは 世界で最も美しい顔100人 第7位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が 私たちの中では 永遠の世界一位です 毎年注目される 美男美女のランキングについて 皆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か? 而台湾的驕傲子虞 今年則是最美臉蛋的第7名 不過在我們心中 他永遠都是世界第一 大家覺得每年都會引起關注的 世界百大最美臉蛋 以及世界百大最帥臉蛋 榜單怎麼樣呢? 這篇話題 就是 每年到年初 的時候 就會有超多 台湾的媒體在爆的 而且 連日本的媒體都超多在爆 但是我們就在搜資料的時候才發現 只有我們亞洲自己在那邊致霜 美國好像沒有很care這件事情 對呀 就 這個新聞已經 我大概是從2018吧 18、19就開始看到有新聞社 就是每年過程都會爆 大家是不是都以為這個是有什麼 最具什麼公信力的什麼雜誌色 什麼之類的 做出來的 你看我那時候在寫完稿喔 我一直以為 就是這一個 我剛才 在念的那個什麼 TC Candler Candler我真的很不會念 TC Candler 我一直以為是一個 評審團的感覺 大手什麼 媒體之類的 對 然後他的那個官網其實做的蠻精美的 嗯 然後裡面呢 他就是會對於每個 呃 影視作品會有點評跟獎 對 他其實是一個電影評論網 對 所以我就一直以為他是一個 一個該怎麼講 是一個網路媒體 然後是專門在講電影啊 評論啊之類的 所以他們選出 每年的白大跟 就是最帥跟最美 我就覺得欸 好像蠻合理的 欸結果不是欸 呵呵 大家都被他騙了吧 結果他是一個 個人式欸 他是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幫手啦 就是有沒有其他工作人員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個人經營的一個媒體 就有點類似 像我們日之聲這樣好了 我們有做Podcast的嘛 然後有YouTube 然後有Instagram 然後有Facebook 有Trader之類的 也許我們 我們做個官網 花錢做個官網 對 這樣子的一個媒體 對 然後他的YouTube頻道呢 其實一年就是上四支片欸 對 我們剛剛去查了 大家可以去看 真的 就是一個 就是 沒有公信力的東西欸 他 他五月份的時候會上傳兩支影片 對 一支是你可以去提名你最 你覺得很帥的男性 對 然後另外一支影片是 你可以去提名你覺得最美的女性 對 對 然後他其實提名 他就是那個名單啊 會依照下面的提名的多寡 然後他有給一些規矩 就是你要怎麼提名 然後他就是有第一部 第二部第三部 你都要符合 你才可以就是 提正式提名這樣 對 你就是其實提名方式 就是在他那個提名的那支影片下面留言 就你要留對眼啊 你在別支影片留的話就不算 然後這就是其中一條規則這樣 對 然後我看那個女性的那支影片 是五月份發的 對 然後有大概74萬者留言 超多 超多 所以真的是很多人在做的一件事 就很多人在關注的這個頻道 很多人會去提名耶 這個頻道有七十幾萬訂閱 所以就是一年只出四支片 然後卻能有七十萬訂閱這樣 而且還可以受到很多亞洲媒 大手媒體去的報導 對 就日本跟台灣啊 然後中國很多網友也會 就是在評論這個排行這樣子 嗯 然後其實我就是那個時候 就有點閱他的官網 他那個官網有個訂閱的機制耶 哦真的哦 他那個官網有那個什麼 一塊 每個月一塊美金 五塊美金跟十塊美金 嗯 好像是這三個range吧 嗯 然後他就是有說 如果你每個月十塊美金的訂閱的話 你是可以 是有投票權的 嗯 你有 你有辦法 投下你的真正的那一票 就是影響那個排名 對 然後如果你是五美金的話 你是可以提名的 就你好像就可以不用在這邊留言 你就可以就是花錢提名這樣 然後 一美金的我忘記是怎麼樣 就 我不 我不切 因為都影響 有免費方案 也有付費方案 對 就是我 我那個時候以為是 就是你可以課金 然後讓你喜歡的明星上榜之類的 但是 其實我覺得看這個結果好像 還好欸 還行啦 沒有很課金的感覺對不對 嗯 就有很多人在說 這個排名其實就是這個 TC Candler自己的喜好的排名 自爽 就是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做這個排名 就是對我們也可以組一個什麼 台灣美女前一百大支 對然後開放所有網友來投票 然後但是最後的結果是我們自己選的 對 這樣的感覺 雖然你可能 你們留言也是會被參考到 可能那個趴數 就不知道那個趴數比例是怎麼樣 然後最終結果就是還是得要 就是依照他們的 發現很多韓國女團的成員 就是韓團也是 韓團的女 就是女明星很常上榜 就有人在說 就是她個人的喜好吧 就是她個人很喜歡韓國女團 所以就很常會入圍 那個男性榜單裡面也是啊 很多男生都是那個男團裡面的成員 其實我以為 就是以這種比較歐美系的排名 我以為這種亞洲人比例會相對的比較少 就你 其實他亞洲人超多的欸 嗯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位TC candela 好像是一位 英國人 住在美國的英國人 好像是這樣 然後他自己做的一個網站 好 好像蠻厲害的 對啊 而且他重點是持之以狠吧 他做三十年 是 所以就是 慢慢的有人看到 而且我覺得台灣人會知道這個排名 就是因爲2019的時候至宇 噢 对 至宇是全世界 百大 第一名這樣子 然後子瑜今年是第七名 沒關係啦 還是很可愛 然後twice裡面的成員 基本上都有上榜啦 像那個BTS裡面的成員 也是上榜超多個的 就男生 所以我們就是 去查了這前幾個 就是去查了所有入圍的日本人 其實蠻多人是我們不太認識的 我們就沒有在看女團 對啊 沒有我只知道 女團只認識twice 然後或者是 我想一下媽媽母吧 我真的都不知道 對啊像那個Yuki 我就完全沒有聽過 可是我剛才看她照片超可愛的 叫做 パプルキス 紫色之吻嗎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然後她的日本名字叫做毛利小雪 好可愛哦 姓毛利耶 毛利小五郎 對啊是姓毛利耶 超可愛的 好 然後呢 還有那個第56名的三本五香 三本五香 你知道是誰嗎 就是妳在 我看臉知道耶 就是如果大家 大家好像都一樣耶 就對她的人 好像沒有很熟悉的感覺 我後來想起來了 因為她有 她是那個 有一本雜誌叫做LARUME 嗯 一個女性的雜誌 她是那邊的專屬模特 然後我之前有一段時間固定的會去買 原來如此 她其實她 那如果妳收三本五香 她的危機百客 妳就會看到她的作品 其實超級多的哦 像是電視劇比較有名的幾部作品 我唸給大家聽好了 比如說江戰國三公主 其實我有看耶 我有看戰國三公主耶 但是妳忘了 對 但是我忘了 然後家族之歌 然後還有大澳男女逆轉 然後還有X光式的奇蹟 還有天國參館 然後派遣女王 我沒有一個有看過 蛤 怎麼會 好 沒關係 電影的話有那個 《驟行閃料的流星》 然後還有《煉如魚子》 《東京十種》 《我是大哥大》 這幾個都是近幾年比較有名的幾部作品 其實它都是有參演的 嗯 它真的跨得很足耶 因為它除了是女演員之外 模特 還是模特這樣 所以其實只要去搜它的名字的話 妳就可以看到超多新聞 然後現在我看到最多 就是看到最近的新聞是 她跟她的男朋友分手 她的前男友是伊藤健太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follow到 就是前陣子酒駕 欸 前陣子肇事逃逸的那個男明星 沒follow到 她就是那個這個健太郎就是 伊藤健太郎 很多這個健太郎要講清楚 伊藤健太郎 他就是把人家 就是他車禍了 想要肇事逃逸 然後他還把人家撞到骨折撞傷 然後反正就是這件事情 爆出來 然後他的演藝事業就一落千丈啊 然後就 他們就分手這樣子 好喔 對 就是一個小八卦吧 好 然後在男生的方面的話 其實男生的那幾個 比如說第三 我文中有寫的第83名的 巴西日衣混血模特 然後叫做丹尼爾 丹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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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超不會念的 我這一篇最大的困難就是 韓團的名字跟 片假明星名 就是那個丹尼爾 丹尼爾好像是只有混到一些日裔 然後像是 第18名的那個男團的 那個Nikki我也是完全就不太認識 他好像才16歲 超級 欸我看一下喔 2005年12月9號 蛤 最近剛出生 最近 真的是最近剛出生欸 我的天啊 太小了吧 嗯 好 然後 有個題外話就是 今年的女生 第一名是Lisa 哪一個Lisa 那個Black Black Pink 又是女團 Black Pink 的Lisa 就是那個泰國的 泰國籍的那個女演員 欸 女歌手 喔是喔 她泰國籍 她泰國籍 她是泰國 她媽媽 她媽媽是泰國的貴族 哇 然後她爸爸是一個 外國的廚師 然後混血的小孩 這樣 他們家在泰國也超有錢 嗯 好喔 對 這是一個 我真的不熟 我真的不熟 嗯 然後最近Lisa 在那個啊 中國發展得很好 因為她有去 教 什麼那種 導師制度嗎 教那種女團 的那種 綜藝節目 這樣 雖然我沒看 但是我有 我有follow到這樣子 然後男團 就是男生臉蛋的第一名是 一名緬甸裔的男模特男明星 然後最近就是被 被警方 嗯 判那個勞改三年 就是她支持 她支持民主運動 然後就被抓去關 然後她的 嗯 她的照片 如果大家一看到就會知道 因為其實前幾年 在網路上跟社群上 就一直狂瘋傳 她 嗯 有 她有出家十天吧 出家十天的 然後有穿夹衫的 的那個衣服 嗯 然後就被人家封為最帥和尚 就是那個 緬甸的那個 模特兒 嗯 好喔 對 祝福她 希望她 勞改 可是 期間過 還是 還可以再出來 可是 他們那個 軍政府 要關你幾次 就關你幾次啊 哦 對啦 緬甸的軍政府 她 她說你有罪 你就有罪 就是有罪 對啊 你看翁山書記也是一樣 雖然她要把你隨便弄一個 名 罪名關起來也是一樣 像翁山書記的罪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判亂罪嗎 不是 她說什麼 她買那個無線電 然後 沒有 沒有申報 還什麼鬼的 三小啊 然後就說什麼 什麼電波法 還什麼鬼的 然後就 反正隨便給她 按一個罪名 然後還有說什麼 她在什麼 疫情期間造勢啊 然後就把她 關起來 就是 給她 按一個 墨許有的罪名 就是這樣子 好吧 對 我們最帥的 最帥和尚 要進去 苦力贏 周三年這樣子 好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 榜單覺得怎麼樣呢 反正我們就是 我挖到那個 這個排名的來頭之後 我覺得豁然開朗 因為 我跟你講 你去搜中文的時候 關於這一篇排名的 所有人都跟你講的 不清不楚 然後她都會說什麼 美國知名 什麼 電影評論王 對 她們都會這樣 你就會覺得她是一個 大咖的 什麼媒體 而且你點進去 她的 About Me 什麼都沒有空的喔 她也沒有講 她的這個 歷史是什麼的 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可以點得到 她就可以訂閱的 那個 所以我們就是有 在她的 YouTube Channel 裡面有 找到一些 小線索 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她一年就四支影片 沒錯 然後去年2020 欸 嗯 2020年的那個 發表的影片 大概有464次 觀看 超多 超多 四百萬捏 就她只要 她一年就做這個 對 一年就賺這一波就好了 不是 有沒有開廣告引力 她中間 應該有吧 她100名到第一名 中間應該可以 塞100個廣告吧 對啊 好啦 其實就是 關於這一篇 世界最美臉蛋 跟最帥臉蛋排名 不知道大家覺得 怎麼樣呢 嗯 那麼我們就來聊一下 關於這一篇的話題單字吧 好 然後這一篇 我們選了幾個單字 第一個字是 評論家 評論家 然後它的中文 就是會翻成 評論家 嗯 或是什麼 圈圈評論家 都是用這個字對不對 是啊是啊 比如說像剛才 我們文中有講到 就是它是電影 或是影劇的評論家 或者是你前面家 美食 音樂啊 什麼的 對 什麼都可以評論啊 只是有沒有人要聽你講話而已 我們是自身也可以做評論 我們是 我不知道 評論的那個 浪天歌 日本時事 評論家 笑死 就 大家都可以自己當評論家 只是有沒有人要聽你說這樣子的 差異而已 我覺得這個發音很難唸欸 會嗎 笑容卡 笑容卡 卡就可以先切掉 笑容 笑容 就是評論 評論 沒有啊 後面的 不就是長音 笑容卡 這樣 笑容卡 不是 笑 不用這樣唸 就笑 拉長就好了 笑容卡 對 笑容 笑 笑容卡 我都會唸 笑容卡 笑容卡 其實我也有很多個字會這樣 就是怎麼唸都唸不好 對啊 像手術 笑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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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我每次要講 我就是講不好 所以是什麼 笑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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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我懂 笑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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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唸吧 嗯 可是就其他人 沒有的障礙 就是 沒有吧 每個人都會有障礙 而異啦 就是那個不好唸的那個字 沒錯 就之前在那個朗讀比賽的時候 嗯 不是 大家都會可能會五篇稿嘛 然後你每一篇都要唸嘛 就每個人卡的地方 其實真的都不一樣欸 那個每個人那個口腔構造 可能不太一樣 沒錯 而且每個人 可能有一些人看到這個字 就真的怎麼樣都會 停頓這樣子 笑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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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我們第一個自選的就是評論家 笑容卡 好 那下一個字是 Half Half 這個字很常會出現欸 對啊 這個就是混血的意思 什麼中日混血啊 混血王子的背叛啊 對啊 就是 在文中那些帥哥美女 其實很多人都是有混血之類的 嗯 然後可能甚至會有 混 呃 你爸媽的爸媽 呵呵 然後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有可能就是會有 八 就是 七八個 所以就會有延伸下一個單子 叫做 库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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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這個我真的沒聽過欸 就是英文的库塔 嘿 四分之一混血 意思就是你的阿公阿嬤 可能是別的國籍的 這樣子 嗯嗯嗯嗯 就會說的是四分之一混血 那個 LUB LIVE裡面的學生會 金髮的角色 不會是這樣子嗎 對啊 就是阿公阿嬤都是那個 俄羅斯 阿嬤是俄羅斯人 對對對 所以他就是 库 库塔 就會說我是 ロシアの库塔です 這樣子 啊 ロシアの库塔 什麼 何々の库塔 啊如果他 他除了俄羅 他還有八分之一吧 還有什麼八分之一 八分 我就不知道了 再下去我就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他其實可以 比如說 一半是四分之一的中國協同 我這樣不知道怎麼講 跟四分之一的俄羅斯協同 意思是說 可能阿公是中國人 然後阿嬤是俄羅斯人 那這樣我是什麼 對啊 所以我就會這樣講 四分之一的中國協同 也有四分之一的俄羅斯協同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但是這樣他本人要跟人家說明 就很難說 就很強啊 就你混越多 你的台詞就會越強 對對對 好想混很多鞋喔 這樣感覺會很正欸 對啊 就是混得越遠越正欸 對吧 尤其就是我最近就是在複習那個 超級迷魔生死鬥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 這是什麼東西啊 是一個美國的那個 實境秀在model的 我跟你講 在哪個平台有在播嗎 以前在那個MTV 就很 我們小時候的節目 好 反正 就是裡面的參賽的模特兒 他們就是幾乎八個 裡面有五個都是混鞋 什麼黎巴嫩混鞋 巴黎混什麼歐洲混美國 什麼南美混哪裡 我跟你講他們就是混 就是你在看他們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混超級多 就台詞就會很長 對對對 他們就是 然後就長超正喔 超爆震這樣子 嗯 呵呵呵 所以你是在哪裡看呢 我現在在看那個 呃 像是 Simon 的那一種 在講 YouTube頻道 對 YouTube 然後其實在講解 然後會介紹 呃 每個模特兒 然後包含 希拉姆特兒的 生涯發展 嗯 這樣子 對 那一種的 我以為你是看正片 哦 我小時候是看正片 嗯 我超級愛看的 我就是小時候就會看 他們今天要拍 什麼樣主題的 的照片這樣 就是跟拍的感覺嗎 對 他們就是實境秀 然後他們每周 會淘汰一個人這樣 哦 你沒有看超級名模 生死刀 我沒看過啊 怎麼會 就 每周就會很期待 啊最後 最後那一個人會怎麼樣 最後那個冠軍 他會 呃 他們有配合的 模特經紀公司 會跟他簽一個 模特經紀約 哦 然後他可能會 就等於說可以出道 對 他就出道 然後他就變成超模這樣 哦 然後你如果可以拿第一名的話 你甚至 好像幾十萬美金吧 先一個獎金 嗯 然後一個合約 跟M1一樣 哦對 跟M1很像 哦 然後 有可能會有 大 大品牌的代言 嗯嗯嗯嗯 然後可能 有一年的獎品是可以登上 紐約時代廣唱的 那個 哦 那個廣告的 那個 補模獎 難怪這麼多女生要參加 對啊 就是 全世界都可以參加 全世界都可以參賽 哦 然後你就是從海選開始 然後你就記自己的那個 影片啊 然後身個三尾啊 然後這有年齡限制嗎 好像沒有 但是他們的年紀通常都在25歲以下 很多都18 EJ跟Hika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太老了 而且我太矮了 我跟你講 你在那裡 你不到180公分 你就是侏儒 哦真的啊 他們都180嗎 他們都170 最矮的也都170幾 所以我170還不行 太矮了 真假啊 是什麼世界 就是模特的超級明末的世界 好 因為很多 就是參賽者後面 就真的就是變成 就是 世界知名的模特 然後後來的 在模特界的發展也 很好這樣子 嗯 就是一個 好 我覺得很好看 高興 然後就會看到他們在 在浴室打架之類的 就是看點之一 好 如果推薦 推薦大家如果無聊的話 聽起來是滿好看的 對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人家點評 然後可以開兩倍數 你就可以從第一季開始 他就是會從第一季開始介紹 所有的參賽者 然後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然後到第十幾季 這樣 嗯 好啦 那其實也是跟大家 閒聊滿多的 那我們再從頭唸一下 我們今天選的幾個單字好了 好 那第一個是 評論家 評論家 就是評論家的意思 Half Half就是混血 Quota Quota就是四分之一的混血 好 那這三個字應該都算還蠻常用的 大家可以記起來唷 那今天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聽 我們是資深 我是EJ 我是Hika 我們下回見唷 掰掰